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张大爷虽然已经67岁了 但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 他自从过了60岁以后 张大爷都会定期去医院 给自己进行体检 不过今年体检结果显示 他近动脉处有周样硬化斑块 低密度脂蛋白挡过程也明显升高 看到报告的张大爷 他吓坏了 不过听了医生的解释后 回家变军医主吃药 注意饮食和生活的习惯 过了差不多一年半再去复查 张大爷的报告就显示 斑块已经消失了 低密度脂蛋白挡过程也明显的下降了 了解动脉硬化斑块的都知道 这个东西如果不消失 轻则伤害健康 重则会致命 因此一旦发现 一定要尽快配合医生 缩小斑块 北京大学人们医院新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刘健教授提醒 想要逆转或消除斑块 建议从以下这几方面做起 第一就是尽早的戒烟 烟草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 经常吸烟不利于血管健康 因此为了血管健康 消除斑块 要尽早戒烟 远离烟草 第二调控血脂 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 胆过程提升 会加速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如果发现血脂好 要积极调控 以兼缓斑块进展 三及早干预 多种因素会促进 动脉周样硬化的进展 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年龄 但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重视动脉周样硬化 并做好积极的风险因素干预 也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 第四 平稳血压 收缩压身高也容易诱发 动脉周样硬化 因此要控制好血压哟 第五 定期的检测 研究指出血液中的纤维蛋白浓度越高 出现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就越高 因此要定期的检测 纤维蛋白浓度 以便保证血管健康 吃花生能让血管更健康 那么怎么吃才是正确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体内脂肪过高 会诱发心血管疾病 而花生又是高脂肪的食物 那为何食用花生 又有益于血管健康呢 事实上 花生中的脂肪 多为不饱和脂肪酸 这类物质 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 提高好的胆固醇含量 从而能够改善血脂情况 预防心血管内的疾病 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平常饮食中 加入花生零食代替 其他精致穀物 能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代谢综合症 或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 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上的 一篇文章指出 花生中的上食纤维 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 能够增加对血脂 血压 血糖等指标的控制 预防心血管疾病 另外 每天吃一小把花生 还能够抑制 健脑 增加饱腹感 延缓衰老 有益于降低 肠癌的发生风险 很多人在食用花生时 都习惯剥掉花生皮 但其实花生皮上 有维生素K 虎皮素 白莉卢醇等多种营养物质 能够抑菌 抗氧化 还能够维持 人体 凝血的功能 因此 建议我们在吃花生的时候 不要把花生皮 给剥掉了 它的药用价值 实在是 非常的高 花生 虽好 但是每天食用的量 尽量要控制一些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每天使用一小把 就可以了 最好 早上空腹 食用几颗 生的花生 营养或效用价值 都更加好 花生虽然营养丰富 但是食用花生 也是有一定的禁忌的 有些食物与花生 是相克的 如果一同食用 会影响身体健康 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种就是螃蟹 花生与螃蟹 如果一起食用 可能会导致腹泻 因为螃蟹是含性 而且含有大量的高蛋白 与花生结合 可能会加重肠胃负担 导致消化不良 引发腹痛腹泻 第二种就是虾 虾和花生都含有很高的脂肪和蛋白质 它们消化需要肝脏的协同作用 如果同时食用 可能会加重肝脏负担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第三种巧克力 巧克力中含有可减 会与花生中的蛋白质结合 形成不易被人体吸收的物质 会降低两者的营养价值 同时巧克力的糖分还会影响花生的吸收效果 第四种黄瓜 黄瓜中含有一种维生素C分解酶的物质 花生中富含维生素C如果两者食用 黄瓜中的分解酶会破坏花生中的维生素 会降低花生的营养 第五种白酒 白酒是一种烈性酒 它与花生同时食用 可能会加重肝脏负担 肝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 它需要不断地分解和代谢我们摄入的各种物质 如果同时摄入白酒和花生 可能会使肝脏负担过重 导致肝功能受损 第六种菠菜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草酸 这种物质会与花生中的钙离子发生反应 形成不易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 这种草酸钙不仅会影响花生的营养价值 还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此在享用美味的花生同时 最好避免使用菠菜哦 以上就是与花生的一些史对头 当然这只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并不是全部食物都是相克的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 这样才更好地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座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